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到她的老婆励志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 甚至还有点羡慕她 因为李连杰对她的宠爱一点也不少啊 虽然李连杰现在年纪大了 但励志一直陪在她身边 两个人也一直仍爱有加 记得当初李连杰公开与励志的关系时 就表明自己对她的态度与情感 我发觉对她的爱 可以让我付出一切名利 地位 甚至生命 可想而知李连杰对励志的感情是那样的深厚 对对方的爱有多深 看着李连杰与励志的感情一直那么稳定 相信很多人都认为李连杰是李连杰唯一的妻子吧 其实不是的 李连杰还有一个前妻叫黄秋燕 黄秋燕是李连杰难为少林的打扰 并且在小的时候 就和李连杰一起去练 生活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了 无论是在演戏时 还是在生活中 黄秋燕处处为李连杰竹响 在李连杰未走红之前 家里比较街区 而家庭就富裕的黄秋燕 经常拿东西环境里连杰的家庭压力 慢慢的 早已经产生好感的两人终于喜结连礼 1987年黄秋燕与李连杰结婚 由于婚后甜蜜的生活 不久 两人就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可惜好景不长 在第二个女儿诞生没多久 李连杰对于自己拍戏的励志一见倾心 无法自拔 便与黄秋燕谈谈 请求她可以放手成全她跟励志 黄秋燕虽心有不甘 但也明白感情是勉强不来的 几经挣扎 精神并力崩溃的黄秋燕 最终放弃这段婚姻 选择离婚 但她坚持要抚养两个女儿 离婚后 李连杰深知愧欠黄秋燕 一直肯更于怀 并承认她与黄秋燕的婚姻 是我对爱情的无知 并愿意把所有财产给她 可是那时候 李连杰妹多红哪有什么财产 知悉 只有一辆车和为数不多的现金 离婚后的黄秋燕 很想离开香港这个伤心地 就带着两个女儿 离开了香港前往美国 可是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很紧吧 甚至没钱交租 颠沛流离的生活着 幸好有朋友的帮助与收留 不久后就有属于自己的一家美容理发店 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 虽与李连杰离婚又三十年了 但黄秋燕却一直没有再婚 一直单身到现在 两个女儿也被妈妈照顾得很好 长得挺挺玉丽的 看来是遗传了妈妈的美貌哦 据钱 黄秋燕的镜照被曝光 面对镜头的她落落大方 还打方得与好友合影 而且她的打扮也很时髦很精神 笑得好温柔 果然笑一笑 十年少啊 一点也看不出已经是六十岁的人 看来平时保养得不错哦 看来她对当年的事已经释怀 已经坦然了 活得是那样的逍遥自在 让我们再次为最美担心妈妈点赞 因为她们真的做到了坚强女性的样子 独立 勇敢 也让我们再次祝福黄秋燕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炼 stab 水灭 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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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